打开水龙头是再品尝不够的事情 只是每天用到的水竟然是土黄色的 还飘出真正臭味 是有味道 有味道 实际到水塔看水质非常浑浊 虽然家里有过滤的设备 可是还是会觉得不放心 就连过滤设备的滤芯 整个都是黄的 在基隆暖暖一个礼拜以来 超过十几个社区反映水龙头出来的水 不是透明的还有臭味 在水公司目前的初步的回应是说 因为最近这个雨水量少 然后这个在抽水的时候 因为这个渊水量少 他们在抽的时候会抽到底部的泥沙 暖暖区的水从基隆河抽水 直接进暖暖净水厂进行供应 部分席市水库支援 但这样的水质让民众充满质疑 首先在外部的部分 我们就加强我们的管线排水 那内部的部分 我们就添加了活性碳 那整个添加完了以后 我们去检测我们的水质 那水质是符合饮用水的水质标准 水公司强调水质偏狂 是色度影响 而会导致这个状况 是因为基隆河流速慢 但都符合标准 知乎无奈表示真的不敢喝 目前水色已经恢复 但也因为加了很多活性碳跟氯 味道还是有 部分民众还是不敢饮用 TVBS新闻 刘欣奎人身份基隆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